我们也祝福小妹妹能够赶快好转 再来关心其他的社会焦点 因为警方突然上门讯问 这名男子被吓得心脏病发身亡 台南麻豆分局调查 真理大学办公室遭窃案件 他们透过监视器发现了可疑的车辆 追查到这个车主是便当店的林老板 不过才进门问了四句话 这个林老板就心脏病倒地 而离谱的是竟然没有原警会CPR 送医之后宣告不知